2022年北京冬奥会争议事件不断 中国的规划运动员也成为外媒关注的热点话题 报告指出 这次冬奥会 中国男女冰球队所招募的外国运动员数量 就占了全队一半之多 其中在加拿大出生 但加入中国女子冰球队出征奥运比赛的周嘉英表示 在2月6日比赛后的媒体会上 她不被允许用英文说话 随着中共二十大日渐临近 纪约一篇四万四长文 客观评价习近平在海内外流传 文章预测习近平三大危机 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问题专家分析 中共内斗的白月化表面化 二十大前基站大幕拉开 一切变数都有可能 近日大陆恶俗小品演员赵本山 因她的徒孙张玉娇的爆料 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2月8日 张玉娇高调宣布 正式退出本山传媒 并表示不再沉默 控诉赵本山控制他人命运 并直指对方恶有恶报 老天自由安排 网络近日流传一段 哈佛学者黄万胜谈话录音 凶落他在今年1月 在中国国内一次私人聚会上的惊人爆料 其中包括中共搞清零防疫背后的意图 揭露中国核酸检测和疫苗研发接种 都被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利用来大肆敛财 另外也谈到IT领域 中国在5G量子电脑核心工程等高科技技术方面 如何大大落后于美国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